这边可以打开就是乌塔斯 这边就是它秋天的乌塔斯 就是比较喜欢 尤其喜欢冰箱贴 基本上北京是和我去过的地方 我都会去买 人家冰箱贴都贴满了 现在已经开始贴门上了 排队抢购断货 近日以往景区里不起眼的文创冰箱贴 成为了备受追捧的新顶流 10月29号 北京时刻艺术博物馆 现好由你文创世纪开启 石瑜家文博机构 协特色文创产品亮相 最近因天工藻井解构冰箱贴 而出圈的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也在其中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款冰箱贴因产能不足 现在必须提前预约才能购买 因此没能在市集上售卖 有几个藻井 但是其中很遗憾没带过来 这其中的一款有一个 最有名的是先一个天工藻井 五层结构的冰箱贴 应该是还没有想到 也感谢大家 确实是感谢大家的对我们文创的支持 其实我觉得还是更多的 现在更多的人愿意走进博物馆 因为他喜欢这个文物 才对咱们这个文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先是喜欢的文物 才又喜欢这个文创 记者在市集现场看到 几乎每家文博机构都推出了 结合文物建筑特色的文创冰箱贴 还有手串瓷器等多种类型文创产品 为何冰箱贴能够成为博物馆文创的新顶流 消费者表示冰箱贴既精美又实用 有纪念意义的同时 也拉近了人们与文物的距离 比如现在郭博这种比较流行的这种冰箱贴 然后包括各个博物馆 包括就是各个寺啊 这种我去过的可能都会收集 就是觉得它比较有纪念意义吧 而且它能够体现这个景点的一些特色啊 然后它的这个收藏价值也比较高 放在家里很好看 今天有买什么产品吗 冰箱贴 中轴县的冰箱贴 中轴县生意成功嘛 而且它现在特别跟秋天景色特别搭 它有银杏落叶的流沙的冰箱贴 会很好看 比较能还原度比较高的复刻产品 做工精良的 做工又很美 然后复刻度很高 还原度也很高 所以就比较喜欢 其实你去过很多地方之后呢 你对这个地方的印象 我觉得不要紧停留在你的脑海里 然后它这些文创作品 可以让你的记忆更具象化 所以我真的会很喜欢买文创 所以我觉得文物火出圈的一个意义 可能就是把它那个地方同时也带出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的存在 这几年呢 其实在尽管的游客和我们在沟通上也会发现 不止停留在我进来听一个讲解 我转一圈还要带一份这个记忆也好 带一份这个特色的东西也好 带回家 大家对于我们的文创商品的更新度 包括质量 包括我们的这个创新的程度 会越来越高 这种呢 就是也是要求博物馆去不停的去创新 不停的去尝试新的形式 去这个摸索 它怎么才能让游客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体验 是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